紅鯊魚 自己 自己回來湯 不過你們如果不懂的 買一份 買紅鯊魚 買兩條 三條 叫它湯 你們搞不定的 好 不斷湯一條給大家看 我們湯了之後 要清潔 稍後要清潔 跟大家分享的是 豆腐滾紅鯊魚湯 材料很簡單 就是豆腐 紅鯊魚 紅鯊魚買多少 如果在外面買一份份的 大約10條 但是很多時候 它都不肯和你湯 那你不如買兩條 大約的 如果你可以買一份份 它肯和你湯 十條小的 這些小小的 滾出來 滾四碗 很好 然後就是薑 三樣東西就可以滾湯了 處理的手法就是 剛才你看到我 這些湯給大家看 如果你可以買到 別人和你湯 你就不用煮湯了 豆腐買回來 洗了之後 切好 怎樣切都可以 只不過是放在湯上 這個是 滾好紅鯊 隔好渣 先下豆腐 因為這些紅鯊魚的肉 就會是 差一點的 好了 紅鯊魚 處理了 就刮薑 對了 這個薑 如果瘦得辣的 就可以大塊一點 如果不瘦得辣的 就可以小塊一點 不過一般的魚湯 起碼要這麼大塊才行 紅鯊魚洗乾淨了 這樣就會驅寒了 這個薑 刮刮了之後 在這邊 刮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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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的薑 會出味 待會煎 待會再跟大家說 開始煮紅鯊魚湯了 有兩隻鑊的 一個要來煎紅鯊魚 一個要來煮水的 開始煮水 好 現在我做給大家看 首先 魚要先煎一煎 為什麼要煮湯 要煎一煎魚 不煎 會不會煮 會不會煮湯 不過效果完全不同 現在首先 放油 沒關係 煎入煎 煎 煎後 為何要煎呢 其實它的香味 魚的味道 經過鑊煎後就會散發出來 煎過的東西會比較香 不用急 煎一下 清灑的煎會比較有魚的香味 當然你買紅衣服的時候 買海魚的時候 你要看一看 如果太牙色的話你不要買 因為不新鮮 基本上買海鮮要去亮亮的 但要看著 有些是處理過 防腐劑下去亮的 你要看一看 看清楚 如果它本身亮亮的 細條都不要緊 先煎一下 有些人沒有 為何煮湯 用一隻鍋 如果你沒有這麼大的鍋 沒辦法 你用湯煲 煮好一鍋水 就放下去 但是這樣煮的湯 這樣煮的魚湯 是欠一個效果的 就是湯沒有奶白色 乎是魚湯 你想煮的有奶白色 就用這個程序去煮 還有海魚湯 什麼叫海魚 紅衣 馬頭烏頭 那些叫海魚 養魚 就是大魚 橫魚 甚至乎現在石斑 都是養魚 所以有沒有人用石斑煮湯 有的 但是煮出來也不夠紅衫 石狗公 石唇好喝的 當然金貴一點 當然是石斑 石唇 但是一般家庭 這些已經足夠了 煎了一會兒 不要緊的 爛不要緊的 翻一下它 大火煎就可以了 煎了一會兒 你看到魚都散了 那邊的魚散 OK的 香味走了之後 那邊的水 滾了 這個程序很重要 就是開著火 煎 煮 滾水 就這樣倒下去 它的效果就是 一會兒 倒下去 炸一聲 讓它大火滾去 它一會兒出來的湯 就是會變成奶白色 如果你凍水下去 煮得很透明 是不會有奶白色的感覺 是的 現在由它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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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滾好 差不多 再跟大家講 煮了大約15分鐘左右 其實差不多了 剛才就是一個碗 已經蒸發了一半差不多了 你看這些魚湯 只薑和紅衫魚 現在可以了,關火 這裡的豆腐放在另一個鍋裡 現在要先夾些渣子 因為魚渣是有骨 這個程序要小心 慢慢慢慢 通常都會流下去 有鴿魚也可以 不過我們習慣就是這樣夾的 可以了 很簡單 放下去 開火,煮 煮多久? 煮兩分鐘起泡 豆腐這樣算是亂 待會拿出來煮給大家分享 湯已經煮好了 裡面的豆腐煮一煮就可以了 煮好了 現在可以了 倒出來 不要緊 現在拿出來再和大家說 好了 豆腐紅三魚湯 你看這些湯好像牛奶一樣 因為就是滾水沾下去這個程序 如果沒有滾水沾下去 你拿出來的湯好像水一樣 煮多久 怎樣都很難做到的動作 這個不一定是魚湯 不一定是紅三魚 石狗公更加好 就算帶魚玩魚都可以 大家 希望這個湯 再說多一件事 這個湯 小孩子 多飲無防 非常之好 對於他們的生長 是一流的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我當然有實際原因 孕婦固然有些大肚婆 或者剛剛生產完的大肚婆 有很多時候 煮一些鯉魚湯 大魚湯 都是一般的 這些比較好一點的海魚湯 但是功夫做多一點 多謝大家 剛剛做的那個是豆腐紅三魚 今次做的是加插下去 因為幾日後 我又買了好好的紅三魚 現在就用番茄滾紅三 切給大家看 都是這樣 你喜歡怎樣切就怎樣切 現在加個湯就可以了 好 待會倒湯給大家看 今次不要失手 看著 今次用這個來倒 隔了些渣 剛才的番茄切了下去 現在倒下去了 一樣的 上次倒在豆腐上 今次就倒在紅三魚上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那些渣 盡量把魚的骨頭 這個就是剛才的紅三魚倒在番茄上 你看到番茄都差不多了 你可以煮久一點 其實沒所謂 因為皮都掉了 現在可以拿出去 跟大家說 現在就可以分了 這裡可以很多碗 因為今天的紅三很漂亮 比上次的豆腐 都是同一條片 你看這番茄 不能吃這麼多 很漂亮 這樣就一人一碗 這個豆腐這樣煮 木瓜也可以這樣煮 很甜的 煮這些魚湯 甚至乎你什麼都不放 這樣拍片大薑下去 很清 再說一次 對於小朋友 超級有益 如何有益 其實如果你多喝些魚湯 是聰明很多的 不用煮太多 補習也可以少些 然後你會看 你會看 有家 有一個小朋友 我會看